每日最新关键是 城市向前行 早安,你好是德财 早安,我是白亚宜宾 免费学生巴士的服务 原本是预计配合全国中小学复课日 也就是7月15号 就是正式的开跑 但是因为古镜地区出现了新感染群的案例 有关的计划就是展延到8月3号 等到我们古镜、巴达旺 还有萨玛拉罕地区的学校复课之后 才会正式的启动的 我们看到沙拉越首长阿邦舟 昨天就为有关的古镜区 免费学生巴士的服务 进行推展仪式的时候 根据了解 就是沙拉越政府免费学生巴士的服务 总共是划分为18个区域 还有22条路线的 总共是覆盖古镜 还有萨玛拉罕区的32所学校 是,阿邦舟表示说 有关计划除了免费让学生 乘搭巴士上学之外 同时将有助减轻家长 在学生的巴士上的经济负担 他本身就表示说 他跟低收入家庭的家长 有交流过的 结果就在交流的时候 就得知说 原来孩子每个月的学霸的费用 是介于几百令吉左右 相信对许多家长来说 面对如此的一个情况 这个负担也蛮重的 所以首长本身 在去年的财政预算当中 就宣布落实免费学霸的服务 来协助这些低收入家庭的家长们 能够减轻他们的负担 所以在开销减少的这同时 家庭可花费的收入将会有所增加 是,阿邦舟就表示 古近是免费校巴计划开跑的第一站 一旦这个计划步上轨道之后 沙拉越政府将会随后再延伸到 湿屋还有梅里的地区 实际上延伸计划 也已经是在积极的筹备当中了 但是阿邦舟就有解释 目前政府还需要和校车业者来协商 一旦业者是准备就绪 免费巴士的服务就可以开跑了 预计今年内就可以在梅里 还有湿屋推行免费学霸的服务 他就说沙拉越政府每一年是拨出500万令吉 用来承担这个免费学生巴士服务的运作开销 如果是延伸到梅里又或者是湿屋 肯定这个预算应该是会超过1000万令吉的 是,所以以上是关于这个学霸 就免费学霸服务的 就我们政府比较体恤我们人民 或者是低收入家庭的负担比较重 所以就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其实在我们的沙拉越境内 依然还有许多基本设施的课题 需要被探讨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阿邦舟昨天在活动中也有透露说 实际上呢 沙拉越内陆地区已经建好了这些电讯塔 那奈何呢 电讯业者因为没有经济效益而无意入住 那所以就是没有意思要投资的意思啦 所以内陆地区一直以来都没有稳定的这个通讯 所以我们首长阿邦舟表明呢 自己前几天已经会见了 大马通讯极多媒体部长赛福丁 他已经向对方要求说批准这个电讯普遍服务基金 也就是USP的这个执照 让这个沙拉越多媒体机构负责交去互联网服务的这个管理 阿邦舟他就有解释啊 就是沙拉越多媒体机构在全沙拉越 其实已经是建好了170座的这个电讯塔 但是问题呢就是出现在这些电讯业者啊 电讯公司Telco呢 因为经济效应的考量 所以就不愿意进入到 可能就是电讯塔已经建好了 但是可能他们就没有要进驻 所以即便有电讯塔 可是你也是收不到DG 你也是收不到Selcom 那主要呢就是运作还有维修费呢 是比较高昂的 所以导致地区上呢 是没有网络上的一个连接 那因此呢政府是需要介入提供相关的服务 所以阿邦舟就说啊 如果政府是能够提供服务的话呢 届时将会提供津贴 让这个用户呢 是可以享有更低的收费 享有这个互联网的服务 所以沙拉越政府呢 是放眼在2025年建设超过 1000座的电讯塔的一个目标 是所以哇这个1000座的电讯塔 如果是真的是有做成的话 但是没有一些你知道电讯公司入住的话 也是没有用 所以希望说这个电讯公司 可以更多层面的去发展 他们的业务 可能这一块他们可以试试看 怎么去做 因为如果是因为没有经济效益 而如果不去投资的话 我们内陆地区的朋友 永远就没有这些电讯的服务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一点都不公平 甚至对我们沙拉越 要进入这个2030年 迈向这个先进轴的目标 也有很大的一个阻碍 所以希望我们的这些电讯公司们 这些朋友们记得就是多多支持 或者是再去想一下 怎么去做好这一部分 因为毕竟其实有些电讯 在市区的电讯服务也不是那么的好 这方面也需要好好地去检讨一下 当然我们沙拉越境内 其实还有很多的基本设施的课题 是需要被探讨的 无论是交通电讯 又或者是其他水电 其实都是非常关键的一些元素 因为之前我们也看到 我们沙拉越首长也表示了 就是我们沙拉越的州的GDP 要达到每一年增长到百分之八 月收入从五千到一万六 这样子的一个愿景 假如没有在基本设施的支撑之下 怎么能够达到呢 所以我们都必须要去探讨了 那待会回来 我们会稍微地关注一下旅游业 我们看到这个旅游部长 他就表示说旅游业的上半年 预计损失了450亿令吉的消息 待会回来我们继续聊 感谢观看